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其实抛开法律以外 作为律师 我们接触的人很多 那么在接触过程当中 哪怕你面对面的 我们眼神对眼神 我都很难判断 一个人是真诚或者虚伪 那么何况 你们在通过网络平台 去从事一个交易活动 那么一个屏幕 更有可能去隔绝一个人的情绪 一个人的想法 一个人的表情 所以你很难去预判 这个人到底他的出发 利益是什么 所以因为你也是很年轻 刚刚步入社会 我建议你 还要多接触人 你这个把人想成很善良 我不迟疑 但是不得不说 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 这一点你必须要知道 坏人长什么样 他通过什么行为来害你 你需要自己去领悟 别人怎么告诉你都没有用 这一次很重要 其实对于你而言是件好事 至于阿姨 我给您的建议 这个孩子爱归爱 但是这个钱 到今天为止 帮他还了多少钱 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为什么打欠条 你得让他知道 他对外欠着债呢 欠父母也是欠 得让他明白 他得有担当 第二一点 到今天为止 不要再帮他还钱了 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去处理 不要把你和你老伴的生活 再陷入到泥潭当中 好吗 基于今天的事实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小宋年轻 商业经验不丰富 于是遇上了不良的商业合作伙伴 导致了自己陷入困境 家庭也随之陷入困境 但在这里就给小宋一个提醒 就是大自然的动物分为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 食草动物 他们也有自己的智慧 去防御食肉动物 比如说兔子 他就用狡兔三窟 用强大的繁殖能力 用他快速地奔跑 等等一些 只有兔子才有的智慧 让自己生存下来 而且生存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小故事讲给小宋听 讲给更多的不愿意去攻击别人 过度信任别人 当你遇到这些危险的时候 你要学会动用自己的善良智慧 最近看期新闻 现在很多大学生陷入了一些借贷的危机当中 很多家庭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父母宠爱着这个孩子 但是很多孩子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地差 所以今天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 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家长朋友 除了我们在爱孩子的同时 也要教给孩子们如何辨别是非 如何去成长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 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任何法律问题的话 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心电话 520-5866和520-5867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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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